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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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命運 讓我們相遇 自從有了你 生命裡都是奇蹟 多少痛苦 多少歡笑 只成一片燦爛的記憶 感謝我 感謝你 感謝亮光 照射著大地 自從有了你 世界變得好美麗 一起飄過一起流浪 歲月裡全是罪人的甜蜜 搭遍天涯 方便夕陽 落點雲何漾 感謝風 感謝lectricью 感謝陽光 照射著大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家店叫什么 不知道是叫赶车骑射还是赶车骑射 骑射 我们找了餐馆食品店小吃店旅馆酒楼菜馆客栈 怎没想到骑射呢 赶车骑射 这个骑射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啊 我两次经过那家骑射 根本没想到小燕子会陷在里面 汉轩骑射 糟了 糟了 小燕子 我回来 小燕子回来了 是不是回来当晚小老婆了 我就说了吗 刚才我没刺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蛋 你死些刀 哪来的图本 敢到这儿来撒野 我把你们宰得多了肉酱 老婆呢 老婆呢 糟了 这个抹药叄 敢敢欺负小燕子 我杀了你 我给你 这小燕子 居然敢南怪保头 老婆呢 这个小燕子坊 analyzing 把探家子本给我拿出来 易奥 给我拿 给我打 来 着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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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 该你了 我打死你 赖蛤蟆 打死你 黑心鬼 我说过 就把你切身一对一对的去位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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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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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你了 大女王 大大女王 我也让你尝尝 这鞭子的味道 我要让你的脸蛋开花 小燕子 小燕子的名字 你也敢叫 好害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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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桓珠哥哥 这两个犯人怎么处理 桓珠哥哥 这鸭子是桓珠哥 这鸭子是个格格啊 哼 你们这是骑射 下骑是多么风雅的事情 你们居然用来诈裁行骗 还居然把微服出巡的桓珠哥哥 扣在店里做苦工打打骂骂 你们两个现在要怎么死 就看桓珠哥哥怎么发落 先把他们绑起来 扶方里有什么的 你们是啥大人的 别在这装大爷装什么格格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笑面虎杜大爷 你们得罪了我 你们不得好死 原来他还有个名号 笑面虎 我帮你打个酷脸貌 哼 哼 哼 如果不信的话 我就把人打下一个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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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锅子 扣不了 扣也要 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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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 我扣不了 我在这 我来提醒 福大爷提醒 什么 你们现在 把这个机身的每间半间都送一遍 哥哥有个包袱 看看在不在这家黑店里 其他的人去报警 巡城御师李大人让他立即过来 卑职李宗义失察 在我管辖地区有如此不法之徒 请五二个 环珠格格 福大利 海涵 两名罪犯如何处置 请明示 环珠格格 你要如何处置他们呢 我要砍他们头 灭他们九族 再把他们污满分尸 哥哥饶命了 哥哥饶命了 在卡洞以前 还要让他们做一件事情 这儿是骑射 他们就要让下棋变成一种犯罪 呸起来了 我让他们两个 一人去一颗妻子 马上去信 哥哥刚才怪手啊 那个妻子是石头做的吃不得呀 我这儿给那磕头了 磕头了 哥哥大王 哥哥女大王 哥哥女大大王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多多得罪了 我给你磕头了 我这就磕 我这就磕 哥哥 让命了 我让命了 等一下 老板 老板娘 这是奴婢给二位做的黑白棋子污水汤 请二位老人家连汤带料的给喝下去 哥哥 哥哥饶命啊 哥哥 小人是癞蛤蟆 是黑心鬼 是大功郎 哥哥呀 您高台贵手吧 小人给您磕头了 您用那个鞭子 抽小人几百鞭子都没关系 把我打成酷脸癞蛤蟆 也没关系 只是别让小人喝那个黑白棋子汤 哥哥呀 哥哥大王 哥哥女大王 哥哥大大王 您大人不济小人过 您就饶命吧 那个黑白棋子汤可喝不得呀 我给您磕头了 母大虫给您磕头了 饶命啊 磕头了 你们黑白不分 给我喝松水 现在呀 你非喝这黑白棋子汤水他们不渴 哥哥要他们喝就喝 马上执行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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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的吃够啦 人犯交给你 先把他们关起来 查明他们犯了多少案子吓apper回报 扣鸭格格 已经是死罪一条 务必把人犯看搁好 等待圣上发落 非得失败 走 走 好 你們回徽民樓 我們回宮去了 小燕子 回去之後 不要再鬧脾氣了 這幾天你吃了好多苦 大家也跟你吃了好多苦 尤其是五阿哥 為了你都瘦了一圈了 這些天來你沒有吃東西 他幾乎也沒有吃東西啊 小燕子 你好歹叫我一聲師父 師父有命 以後不可以再這樣任性了 我跟韓香的希望還在你身上呢 你走了 誰管我們 紫維和金索也急壞了 你是我們大家的小燕子 你說走就走 還像我們的小燕子嗎 人家兒子 不然他們以為aal 好好地教的 這樣的話 GS太咬了 是啊 子他們是不靠的 右邊 你高雖然的 ven 你是 pastors嗎 我回家了 哥哥 小陈子给哥哥磕头 哥哥回来了 哥哥你可回来了 不是说过吗 不许磕头的 是是是 我给老天爷磕头 谢谢老天爷 谢谢菩萨 谢谢各方神灵 保佑哥哥平安回家 保佑哥哥平安回家 新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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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 紫薇 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还说呢 我寝死你恨死你了 你别打我 好痛 你 小燕子 怎么了 是谁伤了你啊 大家还是进屋说话吧 紫薇金索 你们先别碰她 她全身都是伤的 怎么会都是伤呢 我去保佑楼拿宁香丸给你 你那个救命的药 还是留在以后 需要的时候再用吧 我哪有那么严重 可是 是谁伤到了哥哥 他吃了雄心暴自胆了吗 是啊 哥哥 咱们赶快进去吧 对呀 走 小冬的小冬子 赶快去宣太医 过来看一看 哥哥 把你走 紫薇 小燕子交给你们了 我去给皇上复命 尔康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 先皇上忙啊 你还是留在书房宅吧 小燕子虽然回来了 可是她的身心 都受到了很多伤害 恐怕你要多沸沸心 安慰一下了 皇上让我就说 我们搜到了骑舍 找到了她 你不高兴啊 哥哥你可回来了 长得快了 快来这里走 好好 慢点 哎呦 可不是吗 我这次碰到一个公叶叉和一个母叶叉 我打不过他们 被他们欺负的好惨 不过尔康永齐跟柳青已经帮我报仇了 还有我师父把两个叶叉打到落花流水 你看 这一个人出去还是挺危险的 对不对 你以后再也不可以一个人出去了 你弄得全身是伤 我们也弄得好痛苦啊 每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快要烤焦了 小燕子 这些天啊 小姐几乎天天都在掉眼泪 她埋怨自己没有把你看好 没有安慰你 没有留住你 夜里也不肯睡觉 只要一听到风吹草动 就马上跳起来喊 说小燕子回来了 就这样 每天每夜 开门关门的闹个不停 每次开了门 没有看到你 就回到房间里去伤心了 你都不知道啊 对不起啊 滋味 我不是跟你生气啊 金总 你不知道我有多惨呢 我被那两个夜叉抓去啊 每天做苦工 没有东西吃啊 饿得我是头昏眼花 有一天呢 我嘴里掉着窝窝头 还在那擦地板 心里呢 就赏着你做的那个婴儿莲子汤 一不小心那个窝窝头啊 掉到我擦地板的脏水里去了 我当时想大哭一场 恨不得把窝窝头 从脏水里捞出来给吃了 有这种事啊 嗯 我夜里做梦啊 都梦到你们叫我去吃东西 可是我要吃的时候呢 你们大家都让我先背试 背不出试 就不可以吃 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永远也不会了 是不是啊 吴阿哥 小燕子 我们去卧房 我想单独跟你谈一下 我用我的生命 和我死去的额娘向你发誓 我再也不免叫你做任何的事 从此 不要背试 不要学成语 不要做功课 你不喜欢做的事 我们都不要做 只请求你 再也不要离开我 什么前不见古人 管他的呢 后不见来着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眼前没有你 我就完了 我知道 是我自己不过好 学什么都学不会 好笨啊我 你不问 是我问 是我问 让我告诉你 臣子安 李白杜甫 白居易孟昊然 他们加起来 也没有你的分量 他们写下了再伟大的诗篇 也不会让我感觉到 这么深刻的痛楚 你 是过千千万万的诗 千千万万的成语 还有千千万万的至理名言 你超越了一切 你说得好好听啊 我觉得有点飘飘人了 你是真心的吗 如果我不是真心的 让我遭天打雷拼 不要 好吧 好吧 就为了你刚刚那句话 我下定决心了 我要学做事 学成语 我要成为你的骄傲 你不必 你已经是我的骄傲了 可是 你有你的身份和地位啊 你是二哥 你有地位 你有包袱 不要再理那个莫名其妙的人了 说那些混账话的人 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在你面前的 是一个全新的勇琪 一个站在你的立场去想 站在你的兴趣去想 渡着尊敬你 欣赏你 和联系你的男人 勇琳 我要为你做一个全新的小燕子 君子一爷 八马南追 再加九个香炉 不对 是四马南 对 是君子一爷 八马南追 外加九个香炉 也有 好痛啊 皇上驾到 令妃娘娘驾到 皇上吉祥令妃娘娘吉祥 皇上吉祥令妃娘娘吉祥 气死朕 气死朕了 哪有这么坏的人呢 偷了你的东西 靠了你的人 还要把你打伤 不给东西吃 还要逼你做苦工 北京城里居然有 这样丧心病狂的匪徒 朕恨不得 立刻把她临时处死 小燕子你放心 朕已经传令刑部 去调查他们的全部罪行 朕一定替你出这口气 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呢 可怜的小燕子 就这么几天 你的人都瘦了一圈 可想而知 你吃了多少苦 好了好了 总算回家了 以后不允许再任性了啊 你这么一走啊 大家都魂不守舍了 你的皇阿玛 几天几夜都没睡好 天天念叨着你 怎么了 吓傻了 见到皇阿玛不高兴啊 怎么一句话也没有啊 我以为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我以为我又闯祸了 打了侍卫 跑出皇宫 几天起也没回来 皇阿玛肯定好生气 看到我一定大骂我一对 然后再想办法处罚我 可是皇阿玛都没有骂我 还有帮我出气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 哼 不要以为朕不生气 你出走朕当然生气了 可是朕也很担心呢 在生气和担心两者并存的时候 担心当然多了 听说你被那两个混账东西折腾得浑身是伤 朕料想你也得到了很多教训吧 你看 在亲人身边虽然有时候受委屈 但是大家是疼你的 大家的动机都是善意的 没有人真正想伤害你啊 可是在外面你碰到的人就不一样了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你弄得惊天动地的 宫里乱成了一团 宫外也乱成了一团 整个侍卫军都出动了 城里城外的到处找你 我以后不敢了吗 巴马 小燕子能够回来就是皆大欢喜了 虽然受了一些苦 好在没有大碍 老臣现在担心的 是老佛爷那儿到底还会不会追究啊 小燕子今天休息 明天一早去慈宁宫请罪 臣认为不妥 老佛爷已经知道小燕子回来了 如果不去叩见老佛爷 恐怕会背负不敬之罪 老佛爷会越想越生气 不如马上去慈宁宫请罪 我不去 我不去 我怕老佛爷 他肯定会罚我的 慈宫 我不要去 我跟你一起去 皇阿玛 就怕老佛爷不肯原谅 那该怎么办 小燕子身上还有伤 实在不能够关案房受处罚了 朕陪你们一起去 老佛爷 小燕子来请罪了 请罪 我看这么多人陪着你来 是来帮你壮胆的吧 皇娘 这次小燕子出宫可受了不少苦 被两个坏人绑架还扣在店里做苦工 所以才没能及时赶回来 其实他一出宫就已经知罪了 是不是 是 是 是吗 你为什么出宫去 还打伤了两个侍卫 你不是最爱奴才的吗 你为了出宫不惜出手伤人 这样不择手段是为了什么 不择手段 我没有把侍卫打到不择手段 难道他们手段了 怎么会那么脆弱呢 我记得我当时处手很轻的 我只是为了把他们逼开而已 怎么会那么严重呢 他们是哪个手段了 断了几只手啊 你胡扯些什么 谁告诉你侍卫的手段了 是老飞您说的 他们不择手段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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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我跟你是话不投机 我说的话你不懂 你说的话我也不懂 这个请罪啊那就不必了 皇帝 你跟我有一个约定 不知道还珠格格这次离家出走 算不算犯规呢 算不算犯规呢 老佛爷 勇齐有话要说 你说 勇齐知道 老佛爷定下了一个期限 要小燕子改善所有的毛密 这次小燕子出走 就是被这个事情逼走的 在小燕子失踪这段时间里 我已经仔细地想过 小燕子的问题 出在他根本不是一个格格 他做不到老佛爷 对于格格所定下的条件 但是他在我的心目中 是完美无瑕的 今天要娶小燕子为妻的 是我 不是老佛爷 如果老佛爷 不能够放宽对他的要求 那么 请费掉他格格的身份 让他去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免得他一天到晚 被这些他学不会的功课压垮 至于我 也只好跟他一起做个平民 二哥这个身份 我也不要了 老佛爷 老佛爷 我跟五二哥 深有同感 今天五二哥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我的心里话也不能不说了 我们知道 在宫里我们四个都犯了宫中大击 不该有情不该忘情 可是人生就是有许多不该发生 却偏偏发生的事 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由相遇到相知 由相知到相许 既然相知相许 彼此在对方眼中都是完美的 如果在老佛爷的眼中不那么完美 请老佛爷看到我们一往情深的份上 成全我们 如果不能成全我们 就放了我们 让我们离开皇宫 去寻找自己的天空吧 老佛爷 皇上 我是个局外人 但是我听了吴阿哥还有尔康的话 我真的好感动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中国呢 虽然是一个讲究礼教的国家 但是写情的诗句 却也是车载斗梁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违连离枝 好美啊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好美 愿我如心真如月 夜夜流光香皎洁 好美 衣带见宽终不悔 未衣消得人憔悴 好美 可是这么多美好的诗句 却抵不过我们前面的这四个人 老佛爷 你不觉得他们好珍贵 你不为他们骄傲吗 是吗 是啊 老佛爷 我一直都觉得咱们这宫里什么都有 就是少了几分人情味 这人情味三个字啊 它可以分开来用 就变成了人 情味 人的世界 情的天地 有味道的人生 有味道的人生 自从我这次回宫 见识了他们四个的这份感情 这才觉得宫里啊也有人情味了 是吗 是吗 老佛爷 君子有成人之美 您要是再不成全他们 连秦儿都要跟着他们一起心碎了 庄桥老佛爷 虎老佛爷 咱们认输吧 这几个孩子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咱们那些老古董 那些礼教规矩暂时收起来吧 不然传到江湖上 人家说咱们连儿女情长 天长地久 这些最普通的成语都不懂 我们还有什么资格 让他们学成语呀 倒不如大家一起去布折手段吧 谢老魁成群 谢皇上把成群 我真是太幸福了 又可以跟大家在一起了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吃 不用每天砍柴 擦地 洗漆子 也没有母岳擦 拿着边的守着我 我真是太幸福了 则薇来干一杯 尔康 韩相见所谓勇心 大家干一杯 来 干杯 我只喝一点点 上次醉过一次 这一次绝对不可以再醉了 没关系 有我守着你 不会醉的 这次喝酒跟上次的心情 完全不一样 你不会醉的 谁说的 我已经醉了 小燕子 你多吃点菜 不要喝酒了 你身上有伤 酒对伤口不好 我要喝嘛 我哪有什么伤啊 不开心得不得了 我要大醉一场 你就让她喝吧 没有关系的 只要不喝了大醉 她那些伤已经上过药了 喝一点酒真的不会有事的 你看你看 我们的女大夫都这么说了 你就不要拦着我了 今天晚上只差一个人 如果我的师傅也能一起来喝酒 那样的人生才有色香味的 色香味 是人情味吧 我看了这一桌鸡鸭鱼肉 我只能想到色香味啊 也说得通啊 色香味的意思是说 彩色缤纷的世界 芳香弥漫的天地 和五味俱全的人生 尤其啊 我们有寒香在 这一屋子的香味 更是色香味俱全了 好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那个牢笼里的时候 还改写了称藏的诗呢 如果陈藏地下有之 肯定被我气活了 什么叫气活了 活着被气死了 死人只有被气活了吗 你还会改诗啊 说来听听看 那天夜里啊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鸡 鸭 鱼 肉 还踢趴呢 什么都有 可是等我醒来以后一看 什么都没有了 那真是 前不见蹄膀 后不见烤鸭 面肚子之空空 独创燃而涕下 蹄膀 烤鸭 都有了 都有了 我看啊 你们大家还是好好地喝酒 我来索闻 万一老夫爷一个心血来潮 又来抽查一下 我们不是糟了吗 我去我去 还是我去吧 我去我去吧 回来回来 我来 回去 回去回去回去 坐下 怎么了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今晚真的没关系 外玩我都布置好了 好多是为守着呢 好 好 何况我认为啊 今天不会有一个人打扰我们的兴致 毕竟我们这个欢聚 是一个代表着有人情味和色香味的人生 好好好 为这样的人生啊 我们得干一杯 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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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醉 就可以看到醉里的人 而我只有醉了 才能看到她 让我醉吧 小姐 我给我什么 你们拿钱 你给我给大众 有需要 不过 我们有贵客到了 才侠 快准备我们快 晴儿 你快来快来 跟我们一起喝酒 你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的救星啊 快过来 我太羡慕了 你们有这么盛大的宴会啊 我真的很想参加 想参加的不得了 可是呢 我只能待一会儿 对了 我是来告诉你们一声 皇上啊 已经跟老福爷肯谈过了 老福爷已经答应啊 把三个月的成命收回了 这下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可以啊 痛痛快快地喝酒了 晴儿 大恩不言谢了 我 我实在不知道 该跟你说什么 什么都不用说了 只是啊 好好地爱护 你们身边的人 你们知道吗 我一直都觉得 你们活得那么轰轰烈烈 拥有那么灿烂的人生 相信之下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 是那么地贫乏 我啊 简直是嫉妒死你们了 我都不信了 我只需要你 你还把以前进行 尽管的 但我原来是 都得有什么 你还把你带来 我把你带来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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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来 但是最震撼我的是你啊 你超越了我们的喜怒哀乐 把我们变得那么渺小 我才嫉妒你了 嫉妒你的才华 也嫉妒你的潇洒 我答应过皇阿玛不再喝酒 今天为了你 我破了誓言 敬你一杯 千言万语 尽在顾言中 紫薇 我有一句悄悄话 想要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抢走尔康 我更不想介入 你们两个人的中间 我也有我的骄傲 了解吗 我要敬大家一杯 好 来 干杯 干杯 我太个性了 我要唱歌 当山峰没有浪角的时候 当河水不再流 当时间停住 日夜不分 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 不能和你分手 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 当地球不再转动 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幻 当花草树木全部掉下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 不能和你分手 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权权 让我们红红做伴 活得傻傻傻傻 做我们坎公乡人世繁华 对着大哥唱出心中喜悦 红红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红做伴 活得傻傻傻傻 让我们坎公乡人世繁华 对着大哥唱出心中喜悦 红红烈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我没事 我一点事都没有 还准着呢 你们去哪儿了 上哪儿去了 你喝酒了 在哪儿喝的 书房斋又和那几个孩子 忘情了吧 对不对 就让他们忘情吧 也许我们也应该忘情一下 我们都下去 站在这儿呢 皇上不要 皇上不要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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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这软鱼温香爆满怀 你又不让朕碰你 小飞啊 朕最近被几个孩子传染了 心里汹涌澎湃的一种感情 急于想找一个对象宣泄 说实话 你就是那个对象 朕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这么着迷 回不去也忘不掉 朕真的是陷进去了 朕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 这么狂热过 你燃烧起朕隐藏的感情 你让朕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不要 皇上不要这样对我 我不值得 你值得 你的美丽 你的冷漠 你的青春 你的一锅情调 还有你的芳香 所有这一切汇成一股吸引力 朕不得不承认被你征服了 从来没有一个时候 朕希望自己变得年轻一点 能够配得上你呀 不要抗拒朕啊 放松一点 接受朕 好吗 皇上不要 不要皇上 皇上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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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藏了吧 匕首 你想杀朕 我 我不想杀你 我不如可走了 我 你准备了匕首 不是想杀朕 就是想自杀 你进宫这么久了 怎么还是这样 皇上 什么声音 没叫你们怎么闯进来 都滚出去 杀 还不赶快把药箱拿来 你的医书朕信得过 上次紫薇病得要死 你不是都把他救活了吗 赶快去拿创伤药 拿纱布板 把伤口压住 拿血脂了吧 快点啊 好 所以 你拿着 你拿着 我拿着 你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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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 对不起 向非啊 朕要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真的要置朕于死地啊 不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不是要让你死 那就好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 以后身边不要再带武器了 今天的事传出去 连朕都不能保护你啊 这件事你知我知 是别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 明白吗 连小燕子和子薇也不能说呀 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可是 你的伤子瞒得住呢 那是朕自己的事了 好 我不说 我跟任何人都不说 好 别担心了 这点小伤几天就好了 可是你要忙了 这换药的事情是你的 好 走 你是瘋儿 我是杀 山长边边 冬天涯 拼命祝福 千言万语 留不住 人海茫茫 山藏水果 山水果 山藏水果 山藏水果 浪迹天涯 从此并肩看彩香 潺潺绵绵 你是风儿 我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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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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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悠悠 有情享受 才是家 有情享受才是家 朝朝暮暮不放大片空尘路 沉沉的迷失和远望 沉沉的迷失和远望